为于桃园新屋的永安渔港 是台湾唯一的客家渔港 因为潮流因素 附近海域渔类众多 成为当地居民 世世代代主要的经济来源 而刚通车的奔沙桥自行车道 连接附近客庄直到永安渔港 让永安渔港更具特色 奔沙桥盖了以后 每到假日 很多人喜欢来到这里骑车 现在是大家度过休闲时光的好去处 但老渔夫回想当年的日子 可是一点都不轻松 自己的脑筋要灵通一点 海里面没有船 等一下气象你也不知道 等一下天气会坏 没有水分机那时候都没有 也因为没有港口 就算有船也无法抗岸 还得靠人力接驳 才能将捕到的鱼送上岸 我爸爸以前他很会游泳 像一旦整片回来 那鱼好多呢 好几百斤那一下 都偶尔船来传去 都是用人船这个岸上的 后来为了增加渔民收入 决定新建渔港 因为经费有限 工程无法顺利完成 但居民没有因此放弃 大家同心协力 靠的是不用花钱的人力 那我们全乡呢 占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客家人 每一家呢 以责任奉工的方式呢 把这个渔港给整个都挖掉 每一户人家负责一千公斤的石头 去把它挑出来 现在的永安渔港 早已摆脱艰苦 不过当地居民 用谦卑的心 一起与大海共舞的故事 却永远不被人们遗忘 上课咯 人客懂得 人客懂得 人客懂得